女人为了谋取丈夫财产 在她酒里偷偷加了滴滴味 不要丈夫刚好走了过来 药瓶被她打翻在地 好在丈夫并没有发现异常 不知情的丈夫邀请和妻子一起干杯 殊不知由于刚才丈夫拿走了酒杯 她早就不知道哪杯酒有毒了 妻子声称自己身体不好 让丈夫自己喝 丈夫还以为妻子心情不好 于是自罚一杯后 再次拉着妻子一起喝酒 就在两人僵持之际 没想到药小突然发作 只见男人突然大叫一声 就倒在了地上 她连滚带爬的跑到妻子身边 让她拨打救护车 可妻子的眼里没有同情 只充满了恐惧 直到这一刻 男人才意识到什么 但已经为时已晚 等到丈夫死透后 妻子赶紧给心理医生打去电话 原来妻子早就和心理医生做了好朋友 她还诱导女人把丈夫杀定 这样他们就能得到丈夫的全部遗产了 等到警方赶到现场的时候 怎么也想不通 没有心脏病的亚当 怎么会突然死亡 心理医生立马解释 她可能是脑梗意外死去的 说完后 她刚好看到了地下的毒药瓶 她没想到 女人怎么会这么大 而毒药瓶刚好在警长脚边 好在警长并没有往前走 最终他们判定 这是一场意外 并未做尸检报告 四日一早 妻子就急匆匆的给亚当下葬 甚至还给她买了一个最便宜的棺材 老板也为了挣钱 把块腐烂的棺材 重新粉刷送了过去 殊不知在亚当下葬后 一只爪子突然从土里爬了出来 女人偷偷在丈夫酒里下了毒药 等丈夫撬辫子后 他就赶紧买了个二手棺材 把丈夫匆匆下葬 殊不知 半夜棺材里的亚当突然醒了过来 因为他喝下毒药后 只是进入休克 并没有真的死去 由于妻子不舍花钱 买的是二手棺材 他一锤子就把棺材砸烂 然后慢慢爬了出来 可他怎么也想不到 等他回家的时候 刚好就看到自己妻子 正和他的心理医生调情 原来他们早就 在他眼皮子底下走到了一起 甚至自己的死亡 也是两人谋划的 亚当听后气的直接离开 殊不知过去的黑翼 刚好吓得妻子一跳 好在心理医生看过去后 还以为是家里的狗子 并没有怀疑什么 为了找个地方休息 他只能踹碎玻璃 然后藏到地下室 不敢发出任何动静 而楼上的一对男女 却笑得比打雷声都亮 四日一早 妻子就把亚当的公司给卖了 看着慢慢一行李箱的钱财 妻子高兴的活蹦乱跳 完全没注意死去的丈夫 还在家里洗澡 到了深夜 亚当就为自己包扎好 手上的伤口 然后突然闪现到妻子的房间 他怎么也想不到 妻子为了钱 竟然要了他的命 可他却没有手刃这个毒妇 因为他已经想到了 更好的办法来惩罚他 这个男人明明已经死了 可晚上却从棺材里爬了出来 因为他发现自己的妻子 和心理医生做了好朋友 就连自己的死 也是两人算计已久的 四日一早 他就在家洗掉身上的泥土 然后拿出喷子 准备解决这对男女 殊不知 妻子来到浴室 竟发现家里全是泥土 并且他还接到警方的电话说 丈夫的目的被偷了 为了以防万一 他赶紧拿出武器 走下楼查看 好在只是丈夫生前的狗子的乱叫 起初他还想拿出喷子 打死狗子 不料这时面具人走得出来 他被吓得失足 要进地下室里 可重枪的面具人却毫发无伤 因为丈夫早就掉包了子弹 随后丈夫就把地下室牢牢锁死 并且还把唯一的窗户 用钢板钉上 与此同时 心理医生也准备好了一针毒药 因为他接近亚当的妻子 就是为了得到他们的财产 在亚当死后 他就想用同样的方法杀死妻子 然后拿钱跑路 等他赶到亚当家里的时候 刚好看到了那一箱现金 二话不说 就准备拿钱离开 谁知妻子醒来后 发现门被故意打开了 等他出门一看 刚好发现心理医生拿钱 他还以为袭击他的 就是心理医生 于是直接砸过去 起初妻子还想离开这里 不料神秘人再次出现 把他们关在了地下室 很明显 直到这一刻 他们才知道 有人故意恶搞他们 但他们根本不知道 门外的亚当二话不说 就倒上汽油 然后放了一把大火 把房子烧得一干二净 等到警方赶到的时候 发现已经被烧得一干二净 而亚当也终于大仇得报 离开了这个令他伤心的地方 这部电影告诉我们 若不爱情别伤害 任何时候都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当你以为能侥幸逃过的时候 也可能掉进了另一种陷阱 速速电影 带你走进不一样的电影世界